來來來 這個奧斯卡獎剛剛頒完獎 那我們這邊也來頒一個獎好不好 得獎的是 看你能夠得什麼獎好不好 來 維安老師 我們就來看十二星座的女人 這醫生為家庭付出盡心盡力的 他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獎項 其實所有的女生 為家庭付出都是非常偉大的 但是在全部付出之後 可以得到不同的獎項 首先 金牛座跟摩羯座 太陽星在金牛摩羯座 為家裡任饒任月 做最好的家庭主婦 可以得到的是 什麼都是犧牲 犧牲青春 犧牲自己的人生 犧牲自己的錢 犧牲自己的美貌 犧牲所有的一切 就是為了這個家 所以可以得最佳犧獎 聽起來有點難受 但他覺得 起碼大家有感激我吧 對 沒感激才更難過 那麼太陽金星在水瓶 跟雙子座的 這個如果對家人金星付出 是不會完全犧牲的 他能夠得的是 最佳溝通獎 家裡的大小事情 就是都由他來溝通 由他來協調 由他來開會 那家裡多少都會有 選擇恐懼症的一些人 那麼水瓶跟雙子的太太 跟老婆 都可以幫老公做出 完整的決定 那甚至於除了 最佳溝通獎之外 談話性節目 他也是在家一直的開 所以看他最近的主題是什麼 比如他最近可能很在意颱風 他不停講颱風颱風颱風 他講得比電視上的名嘴還要好 那過一陣他流行地震 他就一直講地震 所以家裡所有的話題主導權 也在這兩個的身上 那太陽金星在射手天秤的老婆 為家人付出之後 可以得到一個 他們就是負責家裡 吃喝玩樂的那一種 要去哪裡玩 哪裡有優惠的特購 或是要看什麼電影 或這個禮拜 我們全家大嫂去哪裡 這些部分 射手跟天秤的老婆 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們的EQ也很高 所以家裡的氣氛 算是很和諧的 那我們來看太陽金星在 像主持人這個 可以得到 這個老婆很辛苦 一下要演一下小女人 一下又要演大老婆 一下又要演他媽媽 一下又要演他姐姐 一下又要演他妹妹 很辛苦 而且雙魚跟巨蟹的女生 比較習慣間接的溝通 比如說可能要換一套新的沙發 他不會直接講 他可能用演的 假裝說沙發真的 用碎唸的 用一種說 最近你不是有加薪嗎 用很多迂迴的方式 所以在家裡 都是最佳演技獎 扮演多重的角色 非常好 那太陽金星在 獅子跟牡羊的 可以得到的是 所有的錢 明顯的是他出的 不明顯的 什麼小孩學費 玩具 也都是他出的 所以這個家 幾乎他是把所有的金錢 都投注在裡面 可以說是 最好的一個贊助商 而且是唯一贊助 那太陽金星在 處女天蝎的呢 這個辛苦了 因為他得到是 終生成就 他終其一生呢 沒有一天休假 沒有一秒鐘休假 如果有一秒鐘 可以休假或睡覺 他想的還是家裡的事 所以為家人盡心盡力 可能到 進棺材的前一天 他還在煩惱 小孩子明天早上 是誰來煮 所以這種是 終生成就獎 我們要謝謝 這偉大的兩個媽媽 好 來 辛苦了